机器人入侵快散连锁店已降低成本 受到疫情和通货膨胀的影响 工人短缺和劳动力价格上涨 使得餐馆雇佣和留住员工便得更加昂贵 因此使用自动化机器人 成为许多快散连锁店降低成本的一种方式 这些先进技术可用于减少食品准备和服务所需的工人数量 在烹饪方面 总部位于南加州帕萨迪纳的未曾机器人公司 Miso Robotics开发了各种食品自动化机器人 它的机器人厨师Flippy 已成功进入White Castle等汉堡包连锁店 用于制作鸡翅、嫩鸡肉、炸薯条和洋葱圈等 墓西哥烧烤店Chipotle正在使用 该公司的自主厨房助手Chipy来制作玉米薄片 另外,食品科技公司Picnic 正在销售一种每小时可以制作100个披萨的机器人 在饮料方面 未曾机器人公司推出的Cook Right Coffee机器人 目前,Panera面包连锁店正在进行测试 该系统如何使用AI能来监控咖啡量和温度 以代替人工在正确的时间冲跑一壶新咖啡 Jamba果汁店与制作冰沙的机器人Blended公司合作 创建了一个自动冰沙销售亭 该系统可执行人类工人通常会执行的所有任务 从测量正确的成分搅拌到处理付款 除此之外 机器人还为快餐连锁店提供了送货的方式 Domino披萨店和Chipotle墨西哥烧烤 都投资使用Nuro公司的自动驾驶机器人进行外卖配送 Chickfilet在加州有三个地点的客户 可以在接账时选择机器人PVBot一进行短期交货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